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白宇 亏我们还那么信任你 你说说你 你哪句话是实话 我们还把你当成自己人 给你过生日结果 白宇 我 算了 算了 我也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我都知道 你不用说什么 不过米生说得对 既然你今天肯告诉我们 就说明你内心已经做出了选择 无论这个选择是好是坏 是对是错 可是在我看来 你这件事情已经做出来了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无法原谅 是我太过分了 小娘 好 这个照片 我可以留着当记面吧 对不起 一切珍重 对不起 一切珍重 对不起 我已经没收到 你不信任的 你怎么来的 我带我去哪里 你怎么来的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自己看看 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 你怎么打了这么多呀 我们刚才在给白宇过生日 特别吵 也没听见 他追上去干吗 买打火机 正好吹蜡烛 没火 电话的事 你还没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我们下午开会来着 我就调成了震动 现在 后来什么声音也没听见 所以不接电话的原因就是 过生日 到底还是给白宇过生日比较重要 是吧 不是 我说你们有什么话 只是说大老爷们之间眉目沉情的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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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扳我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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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跟白宇生气 你拿我们小老板撒什么火啊 你说你们小老板是什么意思啊 一来就行事问罪的 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说白宇出了这个事 石耀宇的心里能好受吗 他倒好 一来就怒气冲冲的 好像我们石耀宇没接他电话 就得罪他了似的 还有你啊 你对他就喜没弄眼的 你明明知道跟我爱多想 你还跟着眉目传情 你说说你爱的是什么心 你没见小老板手里 拿下机器人吗 那怎么着 他给市场店送东西 我拦着他 机器人 什么机器人 干吗呀 好 你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是 你带他来 干吗 他送给他干净去 对 这是你帮公司做周边给的回馈 不用想太多 不用这么客气 你干吗去啊 小老板 你干什么去啊 你走啊 搞什么啊 他干吗走啊 对了 你去找白羽回来 我还有话跟他说呢 难道你对他又心软了呀 不是 你没看到刚才走的时候那眼神啊 都快哭了 反正我还有话说呢 既然他都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们光生气伤心什么的 也没什么用 倒不如我们合作一下 毕竟他现在才是离调查我的那个人 最近的 你快吹蜡烛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让龚欧看到这一切吗 我知道你在帮我 如果龚欧知道我做的这一切 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我以为 你再也不想见到我 不是 我是想 知道在背后的这个人究竟是谁 到底怀出什么样的目的 目前看来在我身边距离他最近的人 只有你了 所以我想通过你入手 才能得知整个背后的一切 我明白 但说实话 这个人我真的没有见过 我也更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 事到如今 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你的了 我相信你 但是我也需要得到你的帮助 你要我帮你吗 我希望你能配合我演一出戏 就当今天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如常地和那个人联系 然后想方设法把他骗出来 我总得知道在背后的这个对手是谁 才能注意不录着他的圈套 好 我帮你 这晚上不算会说话吗 怎么那个屁股不放啊 说完了能不能文明点啊 什么那脸的屁股放 他放屁你不怕熏着你 谁要不文明啊 谁要不文明 你去许个文明你得去啊 我喜欢你 他说啥 我喜欢你 我 我不会是把龚老板那样拍坏了吧 不是你拍坏的 放时间太长没电了 小老板这么精明一人 怎么移到感情上这么中二呢 真是 小老板 我觉得还是要跟你汇报一下 昨晚 经销商那边的营销方案探妥了吗 初步方案已经做出来了 后续的方案 还得进一步商量 小老板 我还是得跟你汇报一下 昨晚 你是真的误会是小梁 他就是没带手机在身上嘛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要不是因为白羽过生的人 其实没你想那么复杂 他就是没带手机在身上 没听见手机响了 你一去了跟人发那么大火 确实是有点 有点什么 没 没什么 我的意思是 这事儿也不全怪施小念 你别自己生闷气啊 昨天晚上的事情啊 真的只是白羽过生这么简单吗 搞这么麻烦 直接让小老板去查我就得了 你是傻呀 这要让小老板知道白羽还能活吗 真的就是过生日 不然还能怎么样啊 算了 他们的事情我也不关心 就算真的失败 跟我也没关系 对了 机器人 那个机器人 我必须得吐槽一下 小老板 你好不容易送人一个礼物 竟然没电了 你是准备得有多不充分 没电了 你是不是又发现什么新线索 是有一些新线索 有关于漫画某些内容的 我猜你们一定感兴趣 你快把照片发过来 既然是新线索 当然很重要 我觉得我有必要当面 跟你老板讲 你说什么 不是我要见你老板 这不行 我们之间的关系仅限于 你发现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来支付报酬 至于见面的事 不可能的 老板不会见你 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我们之间合作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好歹也表示一下诚意 你所收到的报酬 就是我们的诚意 白羽 你忽然想见老板 是有什么企图吗 无论如何 这么大的事情 我是不会随随便便告诉你们的 我更不会在你老板 不信任我期间 对他做任何事情 我可不想一直都有把柄 在对方受伤的感觉 如果你老板还是不肯见我 好 我们合作到此为止 反正我钱已经收到了 至于是你选送吗 我 我回去和老板汇报一下 如果老板决定见你 我再跟你联系 沐总 都安排好了吗 都安排好了 时间地点由我们来定 地址是在海滨路上那家私人酒吧 时间上 您看见这边什么时候方便 我再通知他 就后天下午吧 这件事情也不能拖太久 那我先去定位置了 沐总 对了 见面之后的安排都交代了吗 都交代了 我们这边已经帮他订好的机票 见面之后他就必须马上出国 这次的酬劳会分批次 陆续地打到他账户上 白宇那边没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 白宇很自觉 我发现在我们通知他这件事之前 他自己就已经订好了一张 去国外的单程票 时间是下周 看样子 这次事情谈妥之后 他原本也准备出去避避风头 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千万别透露我们的身份 好的 您放心 地址是在海滨路私人酒吧 对了 如果有人针对我这么感兴趣 我觉得他肯定已经把我这家底 都研究得一干二净了 所以我怕还没等我露头呢 他就会拿起九十八K 对我一枪抱头 想见就是了我去不就行了吗 你也不行 为什么 因为你的相关信息 我之前也透露给他们了 所以你去或者小念去 对于他们来说没什么区别 白宇 你真是棒棒的 你调查石小念的自然 就调查他的吗 你干吗把我自带放上去 买一送一啊 动漫节贵戏 化身成你最喜欢的动漫 怎么了小念 你要去参加呀 不是 我是发现这活动的地址 跟咱们约定的那个酒吧地址 离得特别近啊 好 你好请问喝什么 咖啡 好 他已经到了 您现在要过来了是吗 好 那我现在从后门出去跟你会合 你稍等 穿这个真的好热呀 没办法 得融入他们 你这个什么 我这个是功夫熊猫 我这个是杀鸡马 杀鸡马不是吃的吗 咱们赶紧干正事了 走吧 沐总 公欧和石晓年那边我们都已经确认过了 他们应该不知道下午的这场会面 监控我也都翻看了一遍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白宇那边没什么问题吧 根据我们打探的情况 白宇今天上午就在家收拾好了所有的行李 应该是真的准备离开 这已经是我们之间最后一场交易了 他应该不会临时辩证和实想念他们传统一气 那我们就不要让他等太久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那要不我再去确认一遍 不必了 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方式 我到了 开门进去 你会看到白宇 你会看到白宇 你应该见过 你会看到的 其实戴着耳机 我会再打给你 记住 你今天帮了我 我才会给你你小药的 所以白宇是你派到石晓妮身边的 管好你的嘴 为什么呀 喂 你会看到白宇 你傻子 你会知道 你会看我 你会看我 你会看到白宇 你会看到白宇 白宇 你会看我 怎么是你 所以你之前对目前桌和石脚酿的关系 毫不在乎 对吗 从现在开始 他们说的所有事情都是你做的 你承认就好 师弟 你跟你姐姐之间的矛盾不止这些 而你跟千初之间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小迪 开车 我们走 本来以为咱们俩之间的事已经结束了 是 这段时间多多舍舍还有一些误会 可我以为你不高兴 就是因为你太在乎目前处和你的关系 现在安排一个人在我身边 做我朋友 然后被我发现 是什么意思啊 你非要看到我身边的人都离开我 你才满意吗 我不是 我不是 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我有什么事是你不知道的 你现在安排一个人在我身边盯着我 观察我 小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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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难过个什么劲啊 你那个妹妹难不成你觉得她还是什么好人啊 反正我觉得一了百了 这下踏实了 再也不要抱什么 你们是姐妹情的这种幻想了 我 你瞪我干吗 你现在还在 改邪归正的期间 没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小连 你脑子能不能清醒一点 好了好了 丸子 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 如果是随便的一个路人 我也不会想这么多 可是她是我妹妹 如果有一天这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呢 那我以死谢罪 苍天为道 我知道了 我只是觉得 我和小连之间 已经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所以我想跟龚欧说 把咱们工作室从这儿搬出去 我不想再一直把自己放在过去的回忆里 也不希望别人一直陷在里面 没有我的存在 陷在里面重来 和小连之间 就我把自己放在里面 可以 在 是吧 我去看 那我去看 要等你 含着 你会儿跳船 按照工作安排 这个时候你理应到家里 向我汇报工作 我是来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原因没有出现 今天是周六 我都过懵了 别忘了 龚总 你说得没错 周六我是应该向你去汇报工作 还有炒米饭 可是 今天确实不是周六呀 可能你工作太忙了 出现这点小意外也很正常 但是我们工作室 最近的工作呢 你也都知道 我还要汇报什么呢 我只是想知道 工作室现在的分工 如果没什么必要的人的话 就不用留着 白宇 他对我们工作室的意义很大的 是吗 既然他这么重要 那才别人好了 完了 那个 石晓念 我喜欢你 当我女朋友吧 再给我们 Jade 敬请你带走我的心 添满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 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从辗转难免的长夜 凌亡未来的图画 回本里是我们的梦想 你追 追上去啊 你追什么啊 人家都要给你表白了 你还愣在这儿干吗呀 表 表白 肯定是误会了 是误会吧 应该不是我做剧哦 不是吗 你给我一段时光 留下来想念 记忆成刻下模样 不带走遗忘 你就像一轮太阳 耀眼的光芒 你是我的 一年时光 你是我的 一年时光 总拖着也不是回事啊 我得问清楚 万一是开玩笑呢 说开了就好了 什么味啊 要跟谁打 再 shit 别烫 这么快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这怎么烤的 而且你怎么整这么乱呀 没事 做饭 做饭 我帮你吧 不用不用不用 你怎么自己想着做起饭来了 我自己给自己做饭吃不行吗 还用这么多鸡蛋 真的行吗 你这饭都焦了 你没法吃了 没关系 我出于多年 不用不用不用 快快快 我 咱的饭不能吃 这是什么 你来吧 我 算了 吃饭 吃饭 不是 可是你这饭没法吃啊 我给你叫外卖 你 你很饿吗 你慢 慢点吃 慢点吃 别 别噎着 怎么了 这能吃吗 我是说要死 公安 你怎么啊 好点了吗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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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神智有点不轻了 会不会有什么更严重的问题啊 她脸色差是因为疼痛 不省是因为药的止痛结果 你男朋友的身体素质并不差 不会有事的 谢谢 就这样 谢谢 小老板 小老板 什么情况 没 没 没事吧 一生怎么做啊 一生没 没 没事 一生说还不错啊 你醒了 你醒了 那个米商我渴了 走走走 我去买瓶水 你们刚喝完水吗 死祸 那个 你们先休息啊 先休息 你要喝什么 小老板 你也走了 好好好 你还疼不疼吗 还有点 还有点 我看看你发不发烧 能烫的呀 不可能 我觉得挺烫的呀 想问什么就问吧 这只有我们两个人 学姐 你到底为什么调查石小念啊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知道 你帮了我 我自然会帮你收护千春 让你们的关系早日安定下来 你也不希望石小念这颗定时炸弹 在你们之间炸开吧 可是你不告诉我前一后果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应该做什么呀 目前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我们之间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 这不是你最擅长的吗 三小时到了 别看了 喝点粥吧 这个是被药 这个不是我过车了 快休息一呢 就别给他看工作 行了吧 最近多住这儿 客房 难道你们俩已经 这个速度太快了吧 吴升 能不能让他休息一会儿啊 我 就一份就能说完我就走 你岛先生应该休息一会儿了 现在生病了 我们要多睡觉 你岛先生应该休息一会儿了 我这一分钟 就一分钟 就一分钟 一分钟啊 行了小老板 这不就成了吗 这就成了 好 你怎么没发现啊 别装伤了 你看这不舍周也照顾了警 死车五如一下都可以结婚了 我跟你说 那天在医院 一程说我是他男朋友 他好像没跟他 那你怎么说 行了小老板 赶紧趁着大体 安排约会呀 你俩这部剧 再不行的高潮 我可真追不下去了 一分钟到了 李生能快回去吧 我这就走 这就走 走了 走了 明天我想出去走走 锻炼锻炼身体 明天啊 锻炼身体 你能下地吗 那你现在先休息一会儿吧 走 不是说好了强身体吗 咱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既然路过了 那就顺便再来看看 你套票都买好了 还说路过 这是米生送完了 不过电影可是我选的 你如果不喜欢的话 我们可以换 我喜欢 只不过你也喜欢这种类型 我有点意外 我会不会让你去哪里 我会让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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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朋友好丑 那没办法 你选的动画片 我以为这是baby的我呢 这就是 我以为这种片子能有点内涵 多有内涵呢 我喜欢 我以为是因为我画漫画你才选的这个片子 对啊 是啊 就是因为你画漫画 所以说我特地为你选的这个片子 吃一个 你让我来这儿干嘛 我有东西送给你 不用了 我什么也不缺 你刚才给我那个小黄儿的玩偶 太大了 不是工作奖励 它叫Mr.Kung 是我专门为你做的 送给你 我先说好啊 如果你决定收下它 就得连它说的话一起接受 它说什么 问这么多干嘛 你想不想要了 想要算吗 我要了 以后我必须二十次小时在你身边 任何情况下务必保持开机 随时接受老板的语音通话 和定位系统 什么呀 这不是你之前说的那个 可你已经接受了 我后悔了 不要 不行 没得商量 什么嘛 这么大刀 分明跟你一模一样 你的话是什么 不过里面有些话嘛 我并没有删 你如果想听的话 可以随时翻出来听 只不过你每听一句 我的手机里都会收到通知 这样我就知道某些人有多么的 多么什么 多想我 你是一个小小麻烦 挑战自己耐心的容量 我看着你 求上天再赐我力量 教会我 成长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甜的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难免的长夜 临摸未来的作画 为分离续我们的梦想 你是我的 一念 时光 您 我start到了 你看看什么呢小老板 下班了吗 下什么办 我给你个宋剑 怎么还没下班啊 公司的下班时间一直都这么晚的 符合佣人规定吗 老板 两点 一直在家等我呢 小老板 你要是想识笑练啊 你就回家 这是你的公司 谁能管得了你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那你现在在这儿坐着 什么都不干 也没办法给公司创造收益啊 你要学会把工作 交给底下的同门去做 自己一边享受恋爱生活 一边把钱赚了 多好 我不在公司 一样可以把钱赚了 那你 我在上班的时候就回家 被他发现了 他一定会觉得我特别想他 你要是没事就先出去 好 我有事 小老板 这个文件你不签字 下面员工怎么工作啊 还有啊 小老板 关于那个报警系统的事 合作方那边一直没给回 而且我听说 之前一直跟咱们合作刘总那边 最近开始频繁地跟陈白他们接触 好像已经要转头那边了 昨天晚上还有人看他们一起吃饭 吃得特别开心 我知道了 但是开发警报系统的事情 我已经决定了 任何人都动摇不了 我 来 我们下午就会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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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午就会 有点 感谢观看